香港的都市人有衣膏、糖尿、敏感、消化不好 最近更多的就是病了後很難康復 所以特地蟬選幾款是適合香港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Mae 上次我飛去日本 我答應大家帶一個大和藥業的製品給大家 我還帶多一個人給大家 就是大和藥業的負責人Judy 藥業的行業已經住了十多二十年 非常經驗豐富 去日本會看到藥房很多這些 一包包、二包包的製品 你就知道日本人多麼注重保健 其實我看到街上日本的老人家 很明顯的 跟我們香港很不同 全頭白色也好 他也會是人站得很直 還有行樓梯完全不是很大的問題 這些真的要取經 因為一定是這樣 他們平時的生活習慣會很有關係 飲食習慣有關係 亦是他們在那邊也會有很多的製品 會輔助 我自己試過 我都真的很想選擇一些附助食品給自己 爛的 全部都是日文 我特地帶回來這套 帝華保健本身有很多產品 但我選了這幾款 因為我經常覺得香港的都市人 有衣膏、糖尿、敏感、消化不好 而且最近還多了一件事 就是病了之後很難康復 感冒好像不是很大件事 但可以病很久 所以特地蟬選幾款 是適合我們香港的朋友的 尤其是這個先我覺得 這是納豆的酵素 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很喜歡吃納豆 但很難吃 很臭的 但他們每天早上都會吃 我們大和研究了 原來納豆裏面最有效的功能 其中一件是納豆酵素 我們只抽取納豆酵素 納豆酵素、納豆裙 能夠溶解我們血管裏面的血栓室 其實有點像青豆腐蠟 有時我們的血液流動得好不好 其實盧博士經常跟你說 我們整身的血液流通 是跟我們的健康直接有關 有時很激的血液會失 再附帶其他問題 所以香港現在越來越年輕化 我有朋友開始說 我有血液高 然後我說 難怪日本人那麼喜歡吃納豆 那麼健康 年紀大都健步如飛 原來不說不知 新鮮納豆本身 裡面也有成分 維吐明K 但有機會有些朋友要吃薄血藥 是會有衝突的 所以要小心 但這次的特別之處 就是納豆酵素提取出來之後 已經去除維吐明K 對 去除維吐明K 所以得到納豆的益處之餘 撇除了它有少許威脅 所以這次你適合什麼朋友吃呢 三高粗起的人士 對 而且如果他在吃薄藥 也可以吃的 都跟薄藥沒有衝突 對 保健品 而他來調節我們血栓塞的部分 就是我們開始中眠的時候 身體未驗到三高問題 都適合吃 對 予防性治療 第二個很想跟大家說 就是腸感冒不好的 Lentine Plus 中文叫大和米沉 其實是米糠精華 用一個蘑菇斯酵素去分解 對 這個成分一直以來 都是在醫院中有典用的 就是一些癌症的病人 完成療程後 又有這個成分給他們 對 用來回復 對 令副作用減少 舒服一點 沒錯 為什麼這個物質這麼強勁呢 它是可以提升身體內的某種物質 對我們的免疫力是相關的 你可以多說一些嗎 好的 我們研究發現 Lentine Plus 大和米沉 能夠提升NK cell 天然殺手細胞的活力 我們免疫細胞內有很多種 天然殺手細胞是第一道防線 它就像警察一樣 一叫就馬上來找 原來有細菌有病毒 有這些病毒進來我們身體含鼻 它就會找到它 以及打低它 所以NK cell就很重要 如果它越強 就不會那麼容易有病 就算進去喉嚨 也希望快點幫助它 我經常跟人來說 小朋友不是不讓它生病 你要令它接觸到細菌之餘 其實它自己能夠有免疫的能力 病菌進入身體後 如果能夠打性仗的話 它下次會再強一點 所以這就是這個概念 沒有病的時候 都可以吃一至兩顆 這個非常適合長生觀 感冒後好像不會康復 或是經常康復後又會再感冒 我覺得這段時間香港朋友很需要 還有一個很適合我們的長者 這個不是吃完後 你的腦記憶好很多 但原來我們的腦部細胞 如果有些物質需要補充的話 我們就會精靈一點 專注力又會高一點 那些是甚麼物質 是宿傳輪資的 我們腦裡有這個物質 在膽固醇裡輸送給我們的腦 但隨著年紀就會越來越下降 其實它有點像我們的肝油丸 深海魚油丸的狀態 我經常都這樣說 魚油丸很好 因為對於我們的身體 會令到我們的腦的血管 會再通一點 和精靈一點 其實我們現在中年 我們已經經常都不記得 而且小朋友也會吃魚油丸 讓他們可以加快腦部的功能 所以那些粒東西是這樣的 打開後它有點像魚油丸 很容易吞 小小粒而已 小朋友會吞的其實很好 而老人家經常會提及 預防腦退化要怎樣 打麻雀 叫他多用腦 除了這樣之餘 有些食物是可以輔助的 對於認知失調 老人癡癌 其實都會預防性於治療 保健品 又非常適合我們香港朋友用 還有一個就是益生菌 益生菌有介紹 好像很多益生菌都適合 但這個是無糖益生菌 厲害 我都知道大家都是益生菌當飯吃 我們真的很喜歡益生菌 為甚麼呢 它可以幫我們調節腸道 又可以美容 其實有很多好處的益生菌 對皮膚也好 對腸胃健康好 免疫味好 有時會怕有糖 但這個就不怕了 而且是無糖之餘 還要是很好味 很多是粉狀的東西 Miki 裡面有甚麼成分呢 它有益生菌和益生菌 它的益生菌是由 Rice Kifrin 稻米開菲蘭 調配出來的 所以它沒有奶的成分 所以對奶敏感的人士都適合 它對敏感和調節腸胃腸道的健康 是很有幫助的 雖然說是無糖 但它有一點甜甜的感覺 而也很容易入口 我覺得有點像吃米 米胸的感覺 我喜歡它就沒有那種奶味 乳酸菌通常有奶味 第二就是腸道健康 對於濕疹是很有用的 你不要以為是皮膚的關係 是皮膚的關係 它是腸道健康 所以這是無糖的益生菌 但如果想找一些有益生菌 在裡面的同時也不想增肥 這個非常適合 適合大家 最後有這個 這個其實有些好效的成分 Gaba和茄紅素 它是可以降低壞膽固醇 這個也是很厲害的 膽固醇指數高 要檢查是好膽固醇還是壞膽固醇 好膽固醇指數高是不重要的 但壞膽固醇要小心一點 所以膽固醇的膽固醇也是人家的問題 一定是 不過高也很高 這個可以抑制壞膽固醇 這個可以一天吃一粒 一天吃一粒 整個系列的產品 帶回香港的你們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忙 亂吃東西 亦不喜歡吃納豆 很難吃 這樣就會很適合大家 如果老人家當然怕認知障礙 都可以作預防 都可以吃這個縮層人質 它會用膽固醇提炎 膽固醇提炎 不是什麼深海魚油那些 不是的 膽固醇提炎 這個也適合 你說血管的 即是我們四五十歲都已經開始 血管有點塞 都可以作預防 都可以吃這個納豆菌 當你的血管是通順的時候 其他問題都會減輕很多 最近政府也有說 可能流感高峰期 可能作預防 去吃都可以 那小朋友吃不可以 小朋友也可以 小朋友也可以 因為軟狀 可以咬碎吃 這個也很適合 小朋友 所有年紀都適合吃 謝謝Judy 我訂了回來的 在日本 上去我們那裏 就可以選擇到